。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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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明天学校开始丢着新的校服了 哦,新校服两千吗? 嗯,两百 两倍啊 来,S,拿起来收 来,来 回来了 准备吃饭了 来,准备吃饭了哈 吃饭了 吃饭了 啊,吃饭了 吃饭了 老闆新校贵钱 身上这人太久了 久了不是 老闆这些人都对死了 就说说话 那是对死了话 不是 就是说说什么 我说啦 拿钱来 上个我说 我说我把你贵钱掉 我们要我在外面收回去了 不不给你 拿来拿来 把钱拿来 你 你敢跟我动手 你敢动手 再给你 老是大事的你 你给我来拿来 下车我动手 你给我来拿来拿来 你先跟我来拿 你 别吵 别吵 中文字幕志愿者 现在开庭 刚刚起了混产了几年 我们的关系还是不错的 但是后面那种脾气越来越坏 又爱喝酒 一遇到不随心的事情 回家就像我发现 我天天外头 累死累活挣钱养家服务口 我又回到家 哪都夸起那个苦患的我看 你都想用都没了 不想够 不想够滚打 全体起立 原告何丽华 与被告吴大成离婚纠纷案 现在宣判 本院认为是否解除婚姻关系 在于夫妻感情是否确影破裂 本案中被告吴大成多次加暴原告何丽华 原告从两次向本院提起吐奏 经本院两次判决不准与离婚后 被告不但不积极改善自己关系 反而变得加厉欧打原告 导致双方感情彻底破裂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32条第36条第37条 之规定判决如下 1.准与原告何丽华 判决十八周内日 法官请留步 这个 法官 今天真的是太甘心了 终于接头了 你不用谢我 我只是依法实力人的案子 只是 你一个人带着孩子 会很辛苦的 这不在瓜董事实 一切我们就都好解决的 以后这个家就靠你了 你是男子汉 记着 一定要保护好妈妈 清清 院长 你找我 哟 夏丽来了 来 院长 快走 哎呀 首先 我祝贺你啊 啊 通过严格的考核和领选 你现在已经正式成为我们乌党区人民法院的原儿制法官了 谢谢院长 根据你的工作能力和工作表现 经院当组的研究决定 把你从民事厅 调到少年厅 担任厅长 不久 人哪 将正式的名 你准备一下 谢谢组织的信任 嗯 少年厅的工作 情况特殊 面对的大部分当事人 都还是孩子 嗯 除了依法生理案件外 对他们成长的保护 也非常的重要 责任重大 我明白的院长 我会尽力的 嗯 那院长 我先去工作了 好 哎 拜拜 厅长 这是过两天要开庭的案子 帮您看一下 哦好 稍等一下哈 什么案子 呃 是一个十五岁的小男孩 故意伤害致人死亡 叫顾超 谁 顾超 女人是 顾超故意伤害致人死亡案 现在开庭 一月二十六日上午9点08分 在郭阳市武当区北亚鲁 一居民区小巷内 被告人顾超尾随被害人白志刚 准备对其实施伤害 后背被害人发现 两人扭打在一起 随后 当被害人白志刚 转身准备离开时 被告人顾超 抛出早已准备好的折叠刀 朝被害人的腰部 猛刺了五刀 被害人随即倒下 被告人顾超被 正在附近巡逻的公安民警控制 后经法医鉴定 被害人白志刚 因身体多处奇怪破裂 失血多多 导致死亡 你是谁 诶 我都不认识了 我是北叔叔 你还麻烦不你 你啥来呀 你让自己 我来看看 小小小你去作业 作业 作业 如何吗 作业时间过来 现在过来作业 我听了些说 你一婚 老婆做什么 他说本事很大 脾气大 我讲嘛 当时 如果是两个老婆 难道行 你现在是这样 不是这样 我的日子 也不是这样 前两个 我也把婚礼 你现在 你也把婚礼 我们有这样的机会 我们就要前两个 走 行啊 你不要富士万象 我现在不想靠宇宙问题 先不要封定 给个机会 先当也是先当 行啊行啊 行啊 不要想做话题 我现在不靠宇宙问题 好 你又能请你不要来我家 好 你睡了 走走 过来出去 走 拜拜 你是男主犯的 记者 一定要保护好妈妈 一天 你太晚了 走 我开心 我来说 这就是 如果大家感觉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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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等我靠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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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滚 全体起立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234条 第2款 第17条 第1款 第3款规定 判决如下 被告人顾超 犯故意伤害罪 判有期徒刑 第13年 小超 小超 法官 这不能怪他 这不是哪里冲 那都是为我 你判我 判我 是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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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保护我妈妈的 小超 隋 是你让我走 我妈妈的 是你 是你 是你让我走 我妈妈的 小凌 原来你躲在这儿啊 院长 今天庭审的事情 我已经知道了 对不起 我让您失望了 我失不失望并不重要 关键的是 你对自己不能失望 就因为我的一句话 我居然把一个孩子 推向了深渊 这句话并没错 说之不易听者有心 你忽略了这个孩子 特有的成长环境 和心理状态 这句话就好比一粒种子 重在阳光灿热心里 能开刮过 可是 重在充满意念的心里 就有可能结出恶果 小李啊 公平公正 依法审案 是我们每一个法官的基本功 你绝对没有问题 然而 是否具有关爱人性的能力 才是能否成为一名优秀法官的 关键所在 这些我都知道 可是已经晚了 荒洋不劳 为时不晚 我希望 你能够把这次的教训 永远铭刻在心里 就这儿吧 接着请吧 我们曾对命运咆哮 对昨天失望 怀疑我要去的地方 我们却为停下脚 不继续往前闯 勇敢是最后的倔强 一路上我是了阳光 我们都一样 一样会悲伤 也一样会绝望 我们都一样 一样会绝望 一样想要伪装 也一样会坚强 一样要坚强 一样会绝望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